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没有刻意找寻 只是用心感受 他将这种生命的美好融入脑海陷于彼端 勾勒出一幅幅鲜活灵动活泼的画面 毕竟西湖六月中风光不与似时同 揭写西湖美景的诗篇不在少数 但杨万里的这首诗别具一格与众不同 连夜 荷花 明明是如此娇嫩柔媚的景物 为何会呈现出一种壮丽博大之事 我们又能从这首诗中读出作者杨万里 怎样昂扬的生命精神呢 中国人民大学朱子辉副教授做客百家讲坛 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 语文课里的古诗文 小学二年级第十一集 映日荷花 大家好 今天我们一起来学习杨万里的 《小出静词寺宋林子方》 我们对杨万里已经不陌生了 杨万里的一首七言绝句 叫《小池》 全眼无声兮兮流 树荫照水爱情柔 小河财路尖尖角 早有蜻蜓立上头 我们说这首诗啊 是杨万里 承摘体的一首代表作 承摘体 它的一个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呢 就是在日常 我们不经意的 那些微不足道的小事物身上 发现一种盎然的生机 和生命的情绪 为什么杨万里能够做到这一点 他写小河 我们平时经常看到小河 可是我们就发现不了 小河和蜻蜓之间这种美 大自然灵动的一刹那的那种美 小河财路尖尖角 早有蜻蜓立上头 杨万里就用这十四个字 把这种美定格在历史的那一瞬间 那这跟杨万里的生命精神有关系 那么杨万里的生命精神是什么呢 就是一个成字 成 杨万里为什么以成作为自己的 做人的原则 是因为他早年去拜见一个名臣 也是一个著名学者 叫张俊 张俊就以四个字来勉励他 大学里三纲八目 其中有两目叫成义正心 这四个字来勉励他 所以杨万里后来就以成 作为自己的书斋的名字 所以他的书斋叫成斋 那么他也以成来做人处事 来看待自然宇宙 所以杨万里有一句话非常有名 他说我们本来和这个天地 都是一个有机的整体 观无心可以见天地 观天地可以见无心 那么人和自然是怎么样相互的感通呢 有一个前提条件 就是这个成字 因为有这个成字 我们可以和天地宇宙自然 社会人生能够感发汇通 所以在杨万里的眼中 很多微不足道的东西 都是一种美 他都能够以他那个敏锐的善感的心灵 发现一种生命的情趣 这是我们讲 以小池为代表的成斋体的特点 我们通过小池 讲杨万里的生命精神 我们读一个诗人的作品 如果你不懂得这个诗人的生命境界 生命精神 你根本走不进他的作品的艺术境界 就像王国伟在《人间词话》里说的一样 词以境界为最上 有境界则自成高阁 自有名句 那我们想到杨万里 马上就想到他的 小河踩路尖尖角 早有蜻蜓立上头 为什么 我们要知道这个句子 之所以成为千古名句 不是杨万里只有写作的技巧 有修辞的高超的技巧 而是他有一个活泼的生命 以成为自己的生命之机 以成来看待宇宙自然 社会人生 那我们今天又要讲一首 他的名作 这就是小出尽瓷寺宋林子方 我首先读一读 这里面有两句非常有名 揭天连夜 无穷碧 映日荷花 别样红 我刚才说了 一首诗 它其中有那么一两个名句 之所以能够流传千古 不在于这个作家 有多么高超的写作技巧 而是他有一种非常崇高的 博大的生命格局 生命境界 所以我们讲王国伟的话 你也可以反过来说 一个人 一个作家 你有高格 非常崇高的生命格调 你写诗 你写词 你写任何的诗文作品 你就会有名句 因为你的精神境界 决定了你的艺术境界 所以我们在讲诗之前 一定要知道这个人 杨万里将成字 融入自己的生命之中 正因为成的精神 他写出了 小河财路尖尖角 早有蜻蜓立上头 写出了 接天连夜无穷碧 映日荷花别样红 这是他对自然的深刻体悟 也是他对这种 生命之美的由衷热爱 不同于小池的细腻灵动 这首小出敬慈寺 宋林子方 显得博大壮阔昂扬 这首诗本是一首送别诗 那么杨万里要送别的 这个对象林子方 究竟是什么人 他为何要写这样一首诗 来送别林子方 这首诗的题目中 埋藏着怎样的信息呢 那么现在我们 一起来看看这首诗的题目 这首诗的题目叫 小出敬慈寺送林子方 题目比较长 信息量足够大 首先我们一看这个题目就知道 它是一首送别诗 送别诗是我们中国诗歌史上 非常大的一类题材 我们读过很多很多送别诗 郑汪伦 也是汪伦送别李白 王维的宋元二十安息 读过李白黄鹤楼 宋孟浩然之广林 都是送别诗 杨万里的这首送别诗 有什么特点呢 题目里面就包含了很多信息 第一 在题目里面就已经交代了送别的时间 小 小的意思就是浮小 天刚刚亮的时候 那么送别的地点呢 敬慈寺 送别的对象呢 林子方 那么送别最重要的是这个人 我们首先讲一讲林子方 因为我们的教材当中啊 对林子方啊 这个人物介绍的很少 很多人都知道这首诗 但是对林子方非常陌生 林子方在历史的资料当中呢 的确没有留下什么非常详细的信息 我们大概知道他是福建莆田人 杨万里写这首诗送别他这个时候 这一段时间呢 林子方和杨万里之间 是一个上下级关系 杨万里是上级 林子方是下级 而且我们今天去读杨万里的诗集里面 他有很多写给林子方的 从这些诗文当中我们可以发现 杨万里和林子方还有共同的兴趣 共同的政治主张 他们经常在一起商议国事 有共同的这个文艺爱好 经常在一起切磋诗词的写作 所以他们两个人可以说是 既是上下级关系 又是志同道合的 有共同志趣的朋友 了解这点非常重要 因为大家看看题目里面有一个小出禁词诗 这说明什么呢 说明头一天夜里 杨万里和林子方 共诉禁词诗 那我要简单地介绍一下这个禁词诗 禁词诗呢 在南宋非常有名 因为他和皇家的关系不一般 所以禁词诗这里面的僧众 和南宋的上流社会 特别是一些士大夫阶层 交往很密切 所以呢 杨万里在林子方临别的前夜 邀请他供诉禁词诗 就是很自然的一件事情 按照古人的习惯呢 他们昨天晚上一定是抵足而眠 彻夜长谈 那么这就显出杨万里和林子方之间 情感的不一般了 现在我们的语文课本里 选的这首 《毕竟西湖六夜中》 它是第二首 《小出禁词诗诗诵林子方》 是一组诗 是两首七言绝句 其中第一首 我们大家都不太知道 但是对于理解第二首的情感 和杨万里的生命境界 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所以我们今天呢 也简单地给大家介绍一下第一首 第一首是这样写的 《初得西湖月上残》 就是一大清早 诗人和林子方走出禁词寺的时候 西湖的天空当中 还挂着一轮残月 这就回音了题目当中的小 天刚刚亮 月亮还没有隐去 这是第一句 《初得西湖月上残》 第二句说 荷花荡里六行间 说他们走出禁词寺以后 他就一路送行 送这个林子方走过了西湖的十里荷花 荷花荡 穿过荷花荡 走过柳行间 第三句他说 所以红香世界让他感觉到特别的清凉 最后说 行了南山 却北山 我们早上走出禁词寺 绕过南平山 禁词寺在西湖的南岸 这里有一座山叫南平山 我一提到这个山 大家就想到西湖有十景 其中有一景叫南平晚钟 讲的就是禁词寺的钟声 禁词寺里面有一口大钟 一到傍晚的时候 这个钟声随着晚风的吹拂 荡漾在整个西湖的上空 非常悠扬积月 所以就形成了这样一个美景 南平晚钟 杨万里说 我们一起走出禁词寺 绕过南平山 穿过荷花荡 走过柳行间 感受到红香世界 清凉国 最后终于到达了西湖对岸的北山 这个送行的路线非常清楚 在第一首诗当中 进行了详细的勾勒 那么我们读完第一首诗 什么感觉 我们感觉到的就是 杨万里对林子方的 西别的一一深情 所以我们读完第一首诗 能够感受到的就是 杨万里对林子方的 这种朋友的深情厚意 在我们的传统文化中 有一些物像 我们一见便会产生一些特定的联想 看到圆月便是 但愿人长久的期盼 看到竹石便是 咬定青山不放松的坚毅 看到梅花便是 未有暗相来的高洁 杨万里写 西湖六月的风光 写的大气磅礴 无限壮阔 但他所使用的物像 却是荷花和莲叶 荷花莲叶 在我们看来 是柔美的 惹人怜惜的 但为何在杨万里的笔下 却产生了一种 壮阔磅礴的气象 杨万里究竟有着 怎样高超的写作技巧 他如此描绘的目的 又是什么呢 下面我们来看第二首 如果我们说第一首 杨万里是一个老朋友的身份 在宋别林子方 表现出朋友的一种 深情厚仪的话 那第二首 就是以一个上级 对自己的下级 一种尊尊的教会 为什么这样说 我们一起来读第二首 第二首一上来 这个句子就气势不凡 大家看啊 毕竟西湖六月中 风光不语四十通 毕竟 它是起着一种语气的强调 修饰的作用 我们一般在日常生活当中 不会这样说话 按照正常的口语 这十四个字 这两句话 我们应该这样说 就是西湖六月中风光 毕竟与四十不同 应该这样说 可是诗人在诗性的语言当中 他就舍弃了 这种诗里的逻辑的语言建构 用一种诗性的 符合情理的语言 因为诗是表达情感的 我怎么样把情感表达得 更淋漓尽致 我就怎么样去组配语言 一上来就是毕竟 毕竟是两个字生字 如果用我们同城派私塾吟诵 吟诵起来就更有气势 他是这样的 毕竟西湖 毕竟西湖 来月中 风光 白雨 似是同 大家能够感受到那个 毕竟 遮声 高亢 短促 有力度 而且他是一气贯注 整个十四个字都是由他林起 那么诗人为什么这样说 其实是起到一种语气的坚定 加强这种语气的坚定 一种恳切的心情 告诉林子方 你看看 我们一路走过荷花荡 你看到十里荷花 你真的应该坚信 六月中的西湖 在一年四季当中 是多么的与众不同 那怎么不同 这六月的风光 西湖的荷花的风光 怎么不同 下面第三句 第四句 就进行了具体的描写 而且用的是对仗句 如果一首诗用了对仗 特别是绝句 大家都知道 绝句一般是不要求使用对仗 一个人如果在绝句当中用对仗 他就是想渲染 或者是营造一种情境 描写 描绘 渲染一种情境 所以接下来就用了对仗 这种句式 描绘了 西湖十里荷花荷叶的 那个美丽的气象 借天连夜无穷碧 映日荷花别样红 有一些语词异象 它都有自己独特的文化内涵 像荷花连夜 它一般都是比较阴柔的 这种美 我刚才提到了杨万里写的那首小池 小河 财路尖尖叫 早有蜻蜓立上头 对吧 你看看 这就是一个非常幽微的 细小的情境 用王国为人间词画里的 这个术语来说 就是小镜 很小的 很幽微的 大自然当中的一种情境 就像杜甫写那个 细雨而出 威风雁字霞 很小的事物 很阴柔 偏向一种阴柔之美 而不是一种壮美 可是我们读到这两句 感受不一样 我们感受的是一个 非常博大的一个意境 很壮阔的一个气势 大家都读过刘勇 刘勇有一首词里面 就写到杭州的荷花 写得很有名 叫 崇湖蝶眼倾家 有三丘贵子 十里荷花 已经是惊艳得不得了了 但是如果跟杨万里 这两句比 那还是很逊色 杨万里你看看 接天连夜无穷碧 映日荷花别养活 能够把 偏向于一种 阴柔之美的物像 荷花和连夜 写得大气磅礴 一个方面是 杨万里 高超的这种 语言表达技巧 但更重要的 需要大家注意的 就是什么 生命的境界 如果一个人 你有一种 博大的生命境界 你才能写出 这样的句子 把一种阴柔之美的物像 写得这么大气 这么壮阔 这么壮美 当然 我们从语词上 也能够寻找到 一些秘密和痕迹 为什么 因为这里虽然写到 连夜 荷花 但是和它一起 匹配的是什么 是一些非常辽远的 很高远的 很辽阔的语绘 比如说天 比如说日 大家脑子里一想到日 太阳 很高远 很灿烂 很明亮 一想到天 很广阔 所以这些词和荷花 连夜 组配在一起 特别是还加上一个 无穷 无穷壁 别样红 别样有一种力度 那么这些语言 组配在一起 就形成了这种 非常壮美的 一种景象 那么杨万里 他就能够 用这种 妙笔 生花的妙笔 把这种阴柔的物象 和一种壮美的气势 统一起来 的确是我们应该 从美学的角度 从美感的角度 自己要细细品味到的 走在西湖岸边的杨万里 背着无限风光 深深震撼 他望着壮阔的湖面 望着蓬勃生长的 莲叶与荷花 心中无法平静 因为在他的内心深处 还埋藏着一件新事 接天莲叶 应日荷花 究竟道出了杨万里 怎样的新事 我们能从中读出 杨万里怎样的 良苦用心呢 请继续收看 应日荷花 那这首诗 到底讲了什么呢 我刚才说了 第一首 杨万里是一个朋友的身份 送行林子方 一路互送 表现出一种 一息别的深情 那第二首诗呢 大家想一想 我们以前在小学的时候 老师是怎么讲这首诗的 很多人把这首诗 当作专门写西湖锦塞的 一首七言绝剧去看 这就没有读出这首诗 内在的深刻的内涵 接下来我就要讲一讲这首诗 杨万里借写 接天连夜和印日荷花 到底要跟林子方说些什么 这里就要讲到林子方这个人 林子方的这个子方啊 不是他的名 是他的字 他的原名呢 叫林姬 这个字念姬 姬是什么意思呢 柱子上方的一块方木 那个方木就叫姬 中国古人的名和字 都是有联系的 比如说杜甫 叫紫美 甫就是美男子的意思 那韩玉呢 玉是超越 太过了 过犹不及 所以他的字叫退之 古人的名和字 都是有关系的 所以林子方 这个方就得名于姬 是一种方木 那么大家都知道 方啊 在我们的文化里面 有很深的内涵 我们经常说一个人 你要内方而外援 内方就是做人有一种 方正的 雅正的原则 坚守自己的原则 你不能够 跟社会上一些不好的现象 同流合污 失去了自己做人的 这样一个原则 林姬 从这个名字 可以看到他的父亲 对他的一种期望 而杨万里 跟林子方一起共事 对林子方的性情 也很了解 对这个朋友 寄予了很深的一种厚望 所以他在这个第二首诗里面呢 一上来就告诉林子方 怎么样 毕竟西湖六月中 风光不与四十同 说的什么意思呢 表面上看 是告诉林子方 眼前六月西湖的荷花 是多么的与众不同 在一年四季当中 它是最独特的 最与众不同的 可是啊 中国文化就是很有意思 有一些语词 你一读到 你就自然生发出很多联想 特别是中国古人 都熟读论语 论语里面 孔子有一句话 来区分君子和小人的 孔子说 君子和而不同 小人同而不和 那么我为什么要讲这一点呢 这就要讲一讲 当时南宋的社会政治背景 大家都应该读过一首小诗 也是南宋一个著名的诗人 叫林生 他有一次住在这个西湖旁边的 一个小旅舍里 他看到西湖这个两岸 有很多达官显贵 尤人如知 他很生气 他就在这个墙壁上提了一首诗 所以这首诗的题目叫 提灵安底 山外青山 楼外楼 西湖歌舞 几时修 暖风 勤得 游人罪 只把杭州做变种 大家都知道这里是什么意思 一种深刻的讽刺 讽刺谁 游人 这里的游人不是一般的西湖的游客 而是专门针对那些 已经忘记了静康之耻 大家都知道静康之变 北宋灭亡 北宋灭亡了以后 这个宋高宗赵构带着群臣 来到了杭州 建立了南宋王朝 但是刚刚安定下来 他们就忘记了那个静康之变的 深刻的历史教训 那么在这种社会政治背景之中 大家要注意 林申 杨万里 他们差不多是同一个时代的人 对当时的社会政治都非常清楚 对朝廷的这种腐败无能 苟且偷安的这种现状 一清二楚 所以当杨万里对林子芳说 毕竟西湖六月中 风光不与四十同 他其实是告诉林子芳 你就应该像你的名字一样 是一个方正君子 你应该像君子一样做到 何而不同 不能同流何物 不能暖风勋德尤人罪 只把杭州做汴州 最时第一连杨万里 借西湖六月之锦的于众不同 来劝勉来告诫林子芳 那么接下来 这个第三句第四句是什么意思 这里面首先有两个重要的意象 一个是荷花 一个是莲叶 荷花莲叶又是在宋代 大家马上就想到了 北宋初年的一个著名的理学家 周敦仪的爱莲说 周敦仪在爱莲说里面说 莲花之君子者也 他怎么是个君子呢 他出污泥而不染 着青莲而不腰 中通外直 不漫不知 相远一清 亭亭 亭亭亭 亭亭 亭亭 他是个君子 中通外直 这都是人格的一种象征 所以接下来 杨万里其实就告诉林子芳 你怎么样做一个与众不同的君子 我告诉你方法 你要学花的君子 莲这种清净的 这种无私无欲的品性 所以这里说 接天连夜无穷碧 印日荷花别样红 林子芳啊 你是一个方正君子 你要与众不同 你要学习印日的荷花 你要学习接天的连夜 你要做到无穷碧 别样红 而且大家知道 毙 无穷毙的毙 是一种生机的展现 充满生机 别样红的红 是一种热情 对社会的一种责任 对民族的一种担当和使命 而更为重要的是 接天和印日这两个词 我们把天和日 放到中国儒家文化传统里 大家就知道了 天啊 书文解字里说 天 颠也 颠就是头顶 天本来就是一个 象形兼会义子 一个大 上面一横 表示人的头顶 颠也 所以天就代表 至高无上 凡是在一对事物当中 起着支配和主宰地位的 都可以叫天 比如说 我们老百姓有一句话 明以食为天 食物最重要 首先吃饱肚子最重要 民生问题最重要 所以食是明之天 君就是臣之天 所以接天 你就明白了 杨万里是在告诫林子方 你这一次告别林安 不是让你去贪图享乐 而是要接天 你心中应该有家国 有天下 有君王 同样映日的日 也有这样的内涵 日 舒文杰子说 食也 它饱满 它正大光明 你看看 这个日 在中国传统文化当中 还经常用它来形容这个君王 比如说李白有一首诗 叫《灯精灵凤凰台》 最后两句 总为浮云能避日 长安不见 使人愁 读到这首诗 一般的 给李白诗做注解的 都会告诉你 总为浮云能避日 这个日 就是当时的君王 唐玄宗 所以我们这样一讲 你就知道 接天和映日的意思了 那其实真的是 杨万里苦口婆心 费尽心思 告诉林子方 你要学习映日的荷花 学习接天的连夜 你要无穷必 你要别样红 你要匡扶设计 心细天下苍生 这首诗表面上 看它是一首写 但其实内在是 在送别林子方之前 对林子方的 尊尊教诲 那有的人可能认为说 朱老师 你这样讲 是不是有点 过度解释 我在这里 还可以给大家提供 一些佐证 就是杨万里这一次 送别林子方 不仅写了这一组 天诀句 还写了三首 七言诗 这一组诗 它的题目叫 送林子方 执阁秘书 江草敏步三首 其中有两句 是这样说的 说谁为君王留国事 无衰有你 叫天昏 大家如果能读懂这两句 把这两句和 我们今天讲的这首诗 接天连夜无穷必 映日荷花别样红 对读 你就发现 杨万里真的是 带着一种 非常深厚的 对家国的责任 对林子方 有一种深厚的期许 什么叫 无衰有你叫天昏 天昏 就是帝王宫殿的大门 我们读 王伯同王阁序里面就有 怀帝昏而不见 风宣时已和年 它是借这个 贾义的典故 贾义 汉文帝的时候 一个非常有名的臣子 但是报国无门 所以是怀 帝昏而不见 我想扣开帝王宫殿的大门 可是帝王不见过 这里呢 杨万里是这样的 我虽然已经是一个老朽了 无衰 但是我仍然打算 去叫开帝王的大门 让他去培养更多的 像林子方一样的优秀的人才 南宋王朝想要收复北地 重新振兴 一定要有像林子方这样的人才 而林子方呢 也一定要自己诚意正心 修身养性 最后齐家治国平天下 所以你最后就能达到 借天连夜 无穷必 映日和花 别样火 今天通过我们解读 小厨禁慈寺宋林子方 结合我们前面讲到的 杨万里这一生 它以成作为做人的原则 它不仅以成 看待天地宇宙自然 能写出成灾体 这种充满生命情趣的诗歌 它同样以成 对待社会人生 对待家国民族 所以在这首诗里面 杨万里对林子方 寄予了厚望 希望他能接天 能映日 能够承担民族的大义 最后呢 我把这首诗啊 用同城派四处吟诵 给大家完整地吟诵一遍 如果把这首诗歌 别今夕乎 来月中 风光北雨似石通 借天连夜无穷别 迎热火花别阳红